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在宝宝出生的前六个月 咬唇母乳喂养 满六个月龄起 在继续母乳喂养的基础上 给孩子添加腐蚀 因为对于继续母乳喂养的 七到十二个月龄的宝宝来说 它所需要的部分能量 99%的铁 75%的铁 50%的维生素C这些 都必须从添加的腐蚀里获得 所以宝宝满六个月龄的时候 必须尽快引入各种营养丰富的食物 而且出生四到六个月的宝宝 对于不同口味的接受度是最高的 六到十个月的宝宝 对于不同质地的食物 接受度也是最高的 因此适时添加与宝宝发育水平 相适应的不同口味的 不同质地的 还有不同种类的食物 可以促进我们宝宝 味觉 嗅觉 触觉 等等这些感知觉的发育 锻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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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锻炼